一条霸王龙正肆无忌惮地在街上四处破坏 一时间,整座城市都陷了混乱 公交车像纸糊一样被撞得稀巴来 而人类在他眼里就是一顿可口的晚餐 那么到底为什么霸王龙会出现在城市里?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部经典科幻电影 《侏罗纪公园之失落的世界》 继上一次《侏罗纪公园》临线后 时隔四年,创始人哈蒙德再次把音请到家中 并告诉了他一个秘密 原来之前《侏罗纪公园》所在的小岛只是用于参观 真正孵化恐龙的骑士在不远的另一座小岛 只是四年前的那场风暴来袭后 岛上的所有设施都毁于一旦 但令哈蒙德没想到的是 岛上的恐龙非但没有灭绝 反而分泉而去 自发构成了一套稳定的生态圈 原本他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 直到不久前,以后英国人加傲然地闯入 让公司董事会也发现了索纳岛的存在 于是他们想借机将哈蒙德赶出公司 从而夺走他对公司的控制权 并将岛上的恐龙带回美国展览 为了制止这种疯狂的举措 哈蒙德想请伊恩带领探险队再次登岛 并拍摄一套完整的照片记录 从而利用舆论的支持来保护恐龙 然而伊恩还是认为岛上太危险 明确拒绝了哈蒙德 其料尼扬萨拉也参与了此次探险 并且已经先行登岛 为了心爱的女儿 伊恩不得不接受了哈蒙德的邀请 出发前伊恩见到了另外两位队友 分别是野外专家艾迪和摄影师尼克 在女儿凯蒂匆匆倒闭后 他们三人便来到了索纳岛 上岛后伊恩首先找到了女友的背包 并很快看到了岛上随处游走的恐龙 还有大胆莽撞的女友萨拉 返回营地后 伊恩更是发现了偷偷跟来的女儿凯蒂 这儿伊恩彻底崩溃 家里两个女人没有一个能省心 就在捷争论渠留的时候 却发现不远处飞来一大批直升机 机身上赫人印着基因公司的logo 原来是公司派来的捕猎队 也来到了岛上 他们的装备更加先进精良 领头的更是大名鼎鼎的受理专家罗兰 他们疯狂地坠 岛上的恐龙展开没追堵击 受到惊吓的恐龙只能四处逃走 在精良装备的加持下 无数石草恐龙都被他们收了囊中 其手段让恐龙异常痛了 作为顶级猎人的罗兰 单顺着足迹一路深入龙穴 然而确实发现了一只霸王龙幼崽 于是便掳走了无辜的幼龙 准备来个守株待遇 另一边 尼克与萨拉连夜潜入受力队营地 他们偷偷放出了被关在龙子里的恐龙 横冲直撞的恐龙瞬间让营地乱作一团 察觉不妙的罗兰迅速返回营地 在看到被剪断的枷锁后 他们才意识到小岛上还有其他人的存在 而此时尼克也发现了被锁住的霸王龙幼崽 为了治疗他受伤的毒 尼克将霸王龙幼崽带回了营地 龙崽的叫声让凯莉十分害怕 于是烟将他带到了艾迪的料往台上 就在这时 不远处却传来了一声霸王龙的怒吼 为了通知萨拉与尼克 因不得已再次返回营地车 此时萨拉已经包扎好霸王龙崽的伤口 但这种疯狂的善举也将他们置于险境 果然 结果还没来得及撤离 他们就看到了窗外一双恐怖的眼镜 再一回头 又是一张血盆大口 惊喷暴雨中霸王龙父母不停地在窗边嘶吼中 为了不忍动前来寻子的霸王龙 萨拉撞起胆子打开车门 小心翼翼地将龙崽放到了车外 看着霸王龙父母如愿带走龙崽 三人悬着的心总算放得下来 片刻过后 两只霸王龙又迅速折返回了 显然即使归还龙崽 也无法平息霸王龙的怒吼 并准备将营地车推下悬崖 眼看又半截车厢滑落悬崖遥遥欲重 底部也只有一层薄薄的玻璃 三人只能抓住一切可支撑的物体苦苦坚持 危机时刻 幸亏艾迪及时赶到 他赶紧将绳索固定在营地车上 准备将滑落的营地车强行拖回 不料霸王龙突然再次折返 艾迪很快就被霸王龙撕成了两半 营地车也顺势滑下山崖 万幸的是 他们拽住了另一根绳子 这才侥幸逃过意见 而这时狩猎队也闻声前来救援 之后他们发现由于刚才的混乱 他们都失去了通讯工具 现在只能前往岛上废弃的指挥中心 用那里的无线电来联系救援 但前往那里却有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原来前往指挥中心 需要经过血蒙蒙的栖息地 虽然双方意见不合 但至少都想活着离开 于是为了求生他们还是相互配合 一起朝着指挥中心日夜金城 经过一整天的刑警 众人已是疲惫不堪 就在大队人马入睡之后 霸王龙却突然来到了萨拉与凯莉的帐篷 原来是此前萨拉为霸王龙仔包扎伤口时 衣服上沾有龙仔的血液 而霸王龙的嗅觉非常发达 于是通过血液的味道一路尾随而来 原本只要不发出声响 霸王龙就会自行离开 但一名猪队友却大声呼喊起来 众人纷纷四散而逃 而这再次惊动了两头霸王龙 罗兰见状立马举一枪手机 却发现子弹被尼克掉了包 而霸王龙则疯狂追捕了惊慌失措的人群 中途萨拉几人和大部队跑散 最终借着瀑布后面移出洞穴的掩护 成功甩掉了霸王龙 另一边吓破胆的大部队 不过阿杰的圈子 荒万中冲进了茂盛的草丛 可那里正是薛莽龙的栖息地 人数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减少 结果就是所有人都没能离开这片草丛 与此同时 萨拉一行人成功来到指挥中心附近 但殷的左腿在刚刚的逃亡中受了伤 为了尽快联系上救援直升机 尼克让殷等人原底休息 自己则独自前往指挥中心 顺利启动电源 并成功联系到救援直升机 而随后殷竟也赶到了指挥中心 可他们前脚刚动 不料薛莽龙也追了过来 在经历了一番惊心动魄的追逐后 最终凯利一个空中360度旋转 直接将薛莽龙改飞 最后终于成功赶上了尼克叫来的救援直升机 另一边 霸王龙也被罗兰顺利捕获 利启县的基因公司 正准备将霸王龙运回美国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运输船中途竟发生了意外 直直冲进了港口 随后众人连忙登船检查 船员们的尸体被撕扯的遍地都是 因意识到情况不对 还没来得及阻止 霸王龙就被鲁莽的工作人员给放出来 失去幼崽的霸王人 带着愤怒冲进了人类的城市 肆意破坏着一切运动的物体 而街道上的人们无疑成了一道美味的自主餐 为了阻止这场骚乱 伊音与萨拉带着龙仔及时出现 在经过一阵紧张刺激的飙车之后 伊音利用龙仔顺利将霸王龙引回船舱 随着舱门的缓缓关闭 萨拉一发麻醉枪 让霸王龙安静地退了回去 最终 在军队的护送下 霸王龙父子终于回到索纳岛一家团聚 影片的最后 在哈蒙德的努力下 与政府建立了一套保护和隔离小岛的措施 因为他相信大自然的力量 相信生命总会找到出路 而恐龙需要的并不是人类的保护 而是远离 电影到此结束 本片是侏罗纪公园系列的第二段 依旧由斯皮尔伯格导演 而这次恐龙的种类也增加了不少 还来到了城市之中 场面更是刺激了不少 喜欢这部电影的记得点赞加关注 因为下期视频更精彩